哈喽,大家好,我们来看看更丁 更丁之前就有讲说 哎,他昨天突破这个 呃,阻力,而且呢,补了这个欠口 补欠口啊,补欠口 ok,但是今天呢 啊,他就 没有能力脏稳,就跌回来 就跌回来,所以昨天我也是有讲 他没有能力脏稳的话,跌回来的话 你就不要随便随便的去介入 跌回来的意思是说,这个补欠口 已经是设效了的,已经是没有 呃,产生效应,那就是这么简单 你看 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他没有能力突破 这个就变成什么东西呢 这个就变成 假突破 假突破 在高点,假突破 不是好事来的 呀,所以不要随便的去接导 要看清楚来 呃,ok 然后跟钉 我们要继续观察,他有没有能力 继续的往上去 就要站回去这个,站回去这个 阻力线 又站回去这个,补欠口 如果没有的话,他站不稳的话 出现一个好像类似右侧的东西 那个时候可能 呃,如果之前你有马路的话 可能你就要开始 开始去套力了,呀 ok 呃,这个就是我对跟钉的看法 呀,我们就继续观察 谢谢大家